隨著內地遠港物資陸續抵港 中央原件的社區隔離設施相繼完工 進一步提升了香港特區政府疫情防控能力 緩解了香港社會防疫用品供不應求的壓力 近日不少香港市民在收到物資後表示 中央援助的物資增強了他們防疫抗疫的信心 因為我們很相信祖國對於我們義無反顧 為了我們人民的聖令 是真的不惜一切動用人力物力成本也好 他都要保護我們 所以我們都很有信心 唯有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幫助 有內地的遠港物資當然是好 因為大家見到我們香港的疫情都非常嚴重 我們香港之前連隔離的地方 我們都是不夠的 醫院的病床也是不夠的 這些又是靠內地援助我們建的方艙醫院 現在我們見到方艙醫院慢慢落成的時候 又可以減輕了我們的醫療體系 由於香港人口基數大 密度高 實現防疫物資精準派發並非易事 在派發過程中 仍然有社區及群體因申領不及時 或因不知如何申領而錯過遠港物資 如何讓真正有需要的香港市民 盡快受到防疫用品 香港市民梁國成認為 除了香港特區政府派發防疫物資外 更需積極動員 特區組織和義工團隊申領遠港物資 並精準派發到有需要的市民手中 作為香港市民再一次感謝中央政府 對香港在疫情下無條件的支援和關顧 在現在疫情 相信在物資方面 其實對香港來說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處理上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這些物資 如何可以有效地送給一些有需要的市民 現在的情況可能是透過一些社區組織 或者一些熱心的義工團隊 在坊間裏面去配送或者發送 大部分現在的長者患者 其實他們都不能夠 如何透過熱線或者一些上網的方式 去找到這類型的物資如何去取得到 如何可以幫得到這群長者呢? 相信也是我們一定要用心 或者想辦法幫到他們的